竹北市天坑塌陷吞掉一辆特斯拉 要来找出原因 新竹县政府要求舰商进行透地雷达探测 今天就在庄禁六阶下探10米 搜集4条马路和一条人行道的地址数据 要带回分析 对阵下药来根本解决 拉起黄色封锁线 禁止人车通行 竹北庄禁六阶上周发生路面坍塌 出现天坑 造成停放的特斯拉坠落 县府要求舰商进行透地雷达来检测地址 主要是丰采520工地 有塌陷的场所 竹北庄禁六阶 今天要做一个透地雷达的侦测 今天侦测的范围就是庄禁六阶整条路 他们会有五条轨迹线 五条轨迹线有四条在马路上 有另外一条是在带游可回社区的人行道跟水沟边 那我们想说今天先做五条这个侦测 然后再由厂商他们回去做这个侦测结果的分析 来了解地下地层的状况 济师推着黑色透地雷达在路面来回滑行 崩塌原因初步研判是开挖地下室抽取地下水 导致土沙城部分流失 波及周边道路坍塌 引发附近住户担忧 还有人需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 今天进行庄禁六阶地下十米地质探测作业 共有五条轨迹路线 四条针对马路 另一条在社区任行道和水沟边 探测出的地质数据由厂商带回分析 但居民也质疑检测到十米是否够深 当初这边的地下室应该挖二十几米吧 那十米以下到二十五米的距离 那也是值得我们堪忧 百分之两百担心 有人说已经有忧郁症倾向 所以我们也是很紧张 防止附近道路再次坍塌 也将陆续详实检测 建案四周的胜利二路 胜利一路及自强北路 确认是否有土质流失 造成坑洞 每周至少进行一次探测 避免再度酿成天坑意外